在嘉義市的柔和微風中 踏上了一趟令人心齒神往的腳踏車之旅 騎著那兩輪的自由 我穿梭在城市的巷弄間 彷彿探尋著一段段隱藏於角落的故事 隨意漫步中 發現一處正在舉辦活動的社區 本著探索新鮮式的好奇心 走進了社區 探一探究竟 發現社區正在舉辦防暴相關一系列的活動 原來這裡叫嘉義市金鐘社區發展協會 位在嘉義市的最東邊 是個軍眷小聚落 社區在105年即投入社區防暴系列活動 同時以跨社區資源共享網絡共知之概念 連結鄰近社區協力辦理各類宣導活動 透過社區培力及系列宣導活動 將家庭暴力零容忍的觀念 升值於社區林立堅 金鐘社區發展協會自105年開始 透過座談課程 培力計畫 關懷訪視 宣講師訓練 專家輔導 兒童營隊 社區參訪 戲劇演出 遊戲擺攤 星空電影院等多元活動 倡導全民面對暴力不應再容忍的觀念 也發揮社區凝聚的力量 鼓勵社區民眾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及早發現通報潛藏之家庭暴力受害者 以遏止更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 原來在我們歲月靜好 顯示安穩的同時 世背後有無數美好的人們 默默努力 創建一個更祥和安全的社會 我們來到社區的這天 社區剛好要舉辦防暴宣導星空電影院 社區的大哥大姐叔伯阿姨們 每個人正在為活動而準備 他們的眼眸閃著期待的光輝 像是準備要綻放出無數火花的煙火 迸發出不可思議的美麗 那種準備迎接挑戰的勇氣 彷彿是一支即將奏響的樂章 充滿著壯闊和希望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濃厚的渴望 總想要做些什麼 不只是為了自己 更是為了這個世界 校園生活固然豐富多彩 然而在我的內心深處 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呼喚 讓我希望走出校園 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為需要幫助的人們帶去一絲溫暖 在京中社區發展協會 楊文俊理事長的帶領介紹下 我們也更了解社區推動反暴宣導的過程及其內涵 那社區從一百零五年到現在一百一十多年 每年我們社區都有在做家暴的設計宣導 那我們每年的家暴的宣導的項目都不一樣 像我們做過老人變眼秀 還有一日海童親子的情緒管理 還有我們的關來祭典 更有翠鄉猴頭 這個家暴的六大主題 像老人關懷啦 少年姓北均勞啦 阿田暴力啦 姓北暴力啦 這些我們都沒有在做 那我們希望讓社區的居民每一次 對整個家暴的議題了解 不只是給一般社區的居民了解 更希望的是吸引年輕人來幫忙 來社區來參與社區 做一個反暴的尖邊 讓社區的反暴更普遍、普及化 聽著李市長介紹 社區推動反暴宣導的每個階段歷程 即如何從開始的幾個人 到現在社區志工總動員投入 讓我深深覺得 一個人走得快 確實能夠穿越荒野 迎風而行 據說要幸福 再為我的家 而一群人走得遠 則是一場美麗的交響樂 彼此的步伐交織成和諧的旋律 共同面對路途上的挑戰 那份共同經歷的情感 比任何風景都要美麗 社區反暴共識靈 成功 而我們 也加入了反暴志工小兼兵的行列 兩天一夜親子反暴下令您擔任小隊府 在遊戲中建立良好的親子互動 在畫畫中彩繪出反暴的願景 在營火晚會中中下心中反暴的種子 俊說幸福 在為我的家 透過戲劇 傳達兩性平等尊重的觀念 一百一十二年金州社區發展協會 俊瑟擾兒童聚 我們要尊重身邊的每一個人 大家要喝好相處 這樣友誼才會長長久久哦 我們要尊重身邊的每一個人 大家互相尊重 尊重自己 就是尊重別人 俊傑信紗 勇敢說 不 老師你們已經在台中的勁煞擾了嗎 勁煞擾是什麼 我們又沒有做什麼 是才一天說我們的勒 一同反暴力 金鐘又給力 當我看著我所做的一切 雖然微不足道 卻是用真摯的心和行動 想為世界帶來一些改變 在幫助別人的同時 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找到了一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的事情 這份心情 不僅僅是一種想法 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據說幸福 彩繪我的家 向暴力說 不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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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見